本堂主要分享的是 SWOT的 机会写错系列 也就是说很多人在写这个机会的时候 他本身是写错了 那写错类型通常是怎么回事 都是把产品的优点 或你个人的优势部分 写到机会 或者说你优势本身没有比较基础 你把它写到机会 又或者说你的机会的话 应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你竟然把它变成 一个主观的认知跟陈述 那再来第三点 甚至有一种情况是所谓的 根本看不到机会 根本看不到机会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人成功 其实是莫名其妙的 除非说你今天你有创业很多次的过程 你有写过很多本创业计划书 你有今年累月的是做你的造词潜质 其实很多人他成功 其实他也讲不出为什么 所以你才会常常会听 他有人在讲说 其实他成功到底他关键点在哪里 他就可以讲说是个运气吧 那这就是一种总称 那至于这个机会该当怎么写呢 我举个例子 像我个人有写了一个 创业计划书有关儿童游乐场的部分 那我的机会是这样写的 就是第一个 小家庭增加 然后负担加重 那为什么缴家庭增加 那负担会加重呢 各位想想看 以前你都是一些责重家庭 你可能上有父母 然后亲戚朋友很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是不是 你就比较容易去扮演好你自己的角色 那如果你是小家庭 是不是想着自己带 那也所以有很多人讲 当你有了孩子之后 今天婚姻就是所谓感情的坟墓 类似这样的 当你有小孩子的时候 你凡事就是为了小孩子 不管小孩子接送 陪小孩子玩 可是当你 你的负担增加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薪水不涨的时候 你是不是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做所谓的学习跟放松 那既然你要去做学习跟放松 你小孩子是不是要有一个地点来放 这是重点 那第二个部分 那至于有人说 那我今天小孩子放 我可以放安亲班 那可以放哪里 第一个我们来讲 是不是有那么方便的问题 各位知道 其实很多安亲班 它都是有条件的 可能你要交什么寄费 交学费 或者你要去长期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小孩子愿不愿意去 如果说你有一个场所 像以前 我那时候在办那个 董事长会特别助理的时候 我说我们的游乐场 就是家长的上方保健 你只要跟小朋友讲说 这个礼拜如果你不怎样的话 我就不带你去哪里 小孩子马上乖乖把功课写好 你信不信 这种东西我想很难得 有一个场所 有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其实我们这种强调不是说 你把小孩子放在那里 你还要考虑小孩子愿不愿意去 喜不喜欢去 爱不爱去 那你这一个 你才有办法有很轻松的陪伴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现在所有量饭店 百货公司 包括现在连麦当劳 他们很多游戏的部分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这个都难度太高 他们做不来 所以很可能就有外包 所以基本上目前的话 量饭店跟所谓的百货公司 它基本上有两个空间是免费的 或者是接近免费 或类似免费 其实他们的店租是非常贵的 可是有两个是免费 一个是停车跟放小孩免费 既然停车跟放小孩免费的话 那是不是就有对拆空间 有对拆空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办一个地方在那里 我帮你带小孩 那我不要跟你客户收 我甚至可以跟量饭店收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东西是有 我就是应用我的专业 应用我感觉同我的专业 把小孩子照顾的很好 让他们很开心 很愿意留在这里 这个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我们今天讲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现在你的移动方式有改变 也就是说目前 因为居住太集中的关系 那集中的关系 就会造成交通负荷 那交通负荷的时候 就开车就不方便 那开车是唯一的一个东西 可以是多距离停放的东西 它不像节运是一种点对点的 当你的交通工具 已经改变成点对点的时候 你就希望某一个地点的停留时间更长 你就希望说某一个地点 能够满足多重功能 这个就是我游乐场的三个机会 也就是说 如果说各位今天要去写 那个创业计划书 你要把你的机会 要写出来写得很清楚 那这机会的话 你绝对不能说 是一直都有存在的 像有很多人写的东西 是一直都有存在 从盘古开天的时候就有存在 像吃饭的需求啦 对不对 然后他今天在写这个东西 写这个产业特有的机会的时候 那这样的观点就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观点 来去跟各位阐释 我们举出几个范例 来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这样写大体上的话 就是代表说 你的思虑是比较成熟的 那也算是给各位的一个建议 当然我讲的不见得对啦 那今天对大家就是教学相长 就互相勉励求进步嘛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